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第二个山洞 因为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呢 好人是没有信息的 或者是拥有局部的信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狼人需要说出一些他们看到的实时真相 把他串联起来 可能编一个故事 所以故事编的好不好 决定了你的山洞异强不强 你要去踩那个人 那个人肯定会反弹 这件事情你本来就知道 你早就安排好这件事情 早就编好故事 你的准备也就更充足 所以像山洞这种具体的战术 实际上它体现在方方面面 但简单来说就是故事编的很吸引人 那么讲出去 让外置为不明真相的好人听上去 很有道理跟你走 那么你这个山洞就算是成功了 这只是怕 这只是怕会埋着人的麻子 不要紧的 一点点麻子 就像天上的星星 很有诗意啊 以后我好 想看星星 就可以看着真的脸 那么再提到盗沟 盗沟呢也是战术的一种 那么实际情况上在狼人可以取胜的情况下 是不用盗沟的 那么盗沟呢 往往是在一种烈士 或者是想打一个大后期的打法 才会用到盗沟 那么一个好的盗沟呢 往往会把好人蒙得云里无里 因为他战鞭好人 他做好事 他在帮好人处坏人 他还帮好人分析出真相 所以盗沟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最强厉害的打法 那么最后讲一下这个自爆 自爆这个打法呢是一种比较凶悍的打法 好的自爆呢可以及时的压掉所有好人的发言 也可以压掉当天白天的投票环节 咦 就不知道我投的是几号了 在这种情况下压缩了好人的信息量 实际上是为狼人争取了人次 比如说这张明朗牌被查杀 而我方汉跳预言家发言又不够好 这时候是可以采用这个自爆战术的 或者说你汉跳的预言家 对方是真预言家 你的发言没他好 全场都认为你是狼 同伴也不得不到勾 也不得把你给卖掉 你是可以自爆的等等 所以汉跳煽动倒勾自爆 是几个最基本的打法 那么那么往下聊一聊 就提到我们打狼人这张牌时候 你的一些基本素质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战术目标和你的团队 团队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狼人晚上开会的时候 是有一个具体的流程的 他们会讲过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要集中力量 推谁成为警长 把谁给推掉 然后明天起来我们要针对谁在打 既然有了这个战术目标 早上起来就得执行 千万不要晚上安排好你汉跳 早上起来你忘记了 早上起来晚上安排的时候是扛推一号 早上起来最后投票的时候 你也不推一号了 这个呢就很崩盘 狼人就雪崩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及时的应变 临场的应变 那么临场的应变呢 可以说是狼人这张牌的难点之一 因为所有的内容如果早就商量好了 就能赢 实际上也没这么容易 比如说你要发茶沙的这张牌 是一张猎人牌 他起来发动功能了 那你这个茶沙 你这个狼团队就可能会崩盘 所以临场的应变也很重要 根据晚上执行的战术为主基调 执行之后 早上发生变化 那么狼队要适当的做一些应变 那么这就是看实战的经验了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心态与发言 都知道摸一张狼牌呢 心里是紧张的 即使是一个老玩家 他的状态也是与好人会不一样的 所以有一点非常重要 心态一定要好 不管别人说什么内容 千万一定要忍住 千万不要自暴自欺 更不要觉得啊不行了 我摸一张狼牌 大家都认出来了 我就自暴吧 没有目标 不在战术范围内的子暴 都是浪费机会 如果你心态好 最好是你忘记自己是狼牌了 这是比较高的境界 然后发出一个好人的眼 那你这个基本心态是到位了 那么发言上要给自己鼓气 千万不要不要显得弱势 有人打你 你要回的有理有据 还是那一点 因为狼队有目标 不要因为自己的暴露而丧气 要冲着你们团队的目标 完成这个目标去天赚加瓦 这是狼牌的一个基本准则 想打好一张狼牌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那么首先 整个狼的团队方向确定完之后 战术呢是要逐步争取的 能汉跳就要汉跳 汉跳可以拿预言家 那我们就要把预言家拿下 把好人扛推掉 拿不下 那么我们考虑 把哪个队友卖掉 然后适当倒勾 那么适当倒勾再不行 可能我们再采用一些山盾的战术 总之 刚刚讲到的诸多战术 它不是分割的 它是总体夹杂在整几个战术中的 那么拥有好这些战术 就可以打出漂亮的狼人战术 最后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 紫微博 对本视频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 都欢迎给我讨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